安卓14的正式版如今终于来了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手里的这台OPPO FINE S6 PRO 升级到了基于安卓14的ColorOS 从系统的完成度来看 目前的体验已经不错了 新功能诸如锁屏手电筒已经上线 系统整体使用起来也相当流畅 甚至能在一个画面里 同时详细两个APP一进一区的动画 没有被打断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 国家厂商想首发安卓适配 就变成了一种常态 更快上线新系统 除了能让用户第一时间享受到这种新功能 还有更加及时的安全补定 提高用户使用时的安全性 但你有没有想过 厂商们是如何让新版本的安卓 第一时间推送到你手机里的呢 我们跟OPPO的工程师们聊了之后才知道 这背后的过程远比你想象的复杂 首发适配安卓 厂商们主要要面临两个困难 一是基海战术之下适配难度高 二是安卓生态碎片化 导致应用生态割裂 那提到安卓系统的适配 首先我们就得提到一个叫AOSP的概念 简单来说 我们可以把AOSP理解成一个 仅仅有着简装修 也就比毛皮房好一些的房子 而国内各大厂商在这样的基础上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软装和硬装的改造 满足用户的定制化需求 在安卓早期 某些厂商以AOSP为基础 加入各种独特的服务和功能 就实现了定制的安卓系统 这种定制化的安卓系统 在当时广受好评 到了现在的首架行业 国内厂商众多 旗下需要定制化系统产品线 也是非常丰富的 这种丰富的选择对于消费者而言 当然是件好事 但对于厂商而言 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作为下游角色的国内厂商 接收到来自于谷歌与芯片平台商的代码 都是没有经过分离的 很容易导致上一个系统的修改 重新适配到不同机型时 因为芯片平台等差异 产生大量的bug 把每台机器的特殊情况 都计算在内进行开发维护 相当于要把一件十分单调重复的事情 乘以N份 这时候手机厂商就需要 最高效的分离式含有代码 使得更多新老用户 能升级到更稳定的新版本 但厂商这头搞定的系统 还不能就直接推给用户 因为毕竟App开发者这边 也有新的问题 如今的安卓生态 存在着碎片化的问题 意思就是 现在市场上 使用安卓系统的新老设备 多如牛毛 上面跑的系统版本 也是五花八门 而开发者们做一个英文APK 其实是没办法 同时适应多个系统版本的项目的 光是多如牛毛的屏幕尺寸的适配 就很难解决 包括不同平台等等也是问题 那既然适配安卓这么棘手 为什么厂商还是要坚持呢 第一 这些年 厂商们都在卷安卓新版本的适配速度 各家厂商能做到第一时间适配大版本 就能更快地让自己的用户 体验到这些新升级带来的新特性 于是从时 对于上一个版本时代里 用户们提出一部分痛点问题 也能随着功能的更新完善 而得到及时解决 另一方面 从生态的角度来说 对于第三方应用开发者来说 厂商及时跟进新的系统版本 有助于加速开发者们 在APP上的适配速度 也会减少用户在使用上的适配问题 比如更新系统之后 第三方应用闪退 以及APP UI与系统不适配等等 于是同时 厂商直接面向C端 对于用户需求的把握 有更深刻的认知 解决的各种问题 做过的各种优化 都可以及时向谷歌反馈 贡献代码 这样在下个大版本更新的时候 这些反馈可能就会被包含 在各项升级完善的列表之中 之后再被发送给 共同参与安卓系统开发的各个厂商 一来而去 最终能推动整个安卓生态的建设和完善 而这种反馈更新 再反馈再更新的过程 落实到用户身上 也是一种良性循环 那我们还是拿OPPO ColorOS来举例 当年安卓13发布的时候 ColorOS 13在第一时间适配 随大版本的更新点 推出了智慧吸屏 跨端通话 互传 智能护盾等等特色功能 在用户中收获了不错的反馈 于此同时 从开发的层面 他们把自研的ColorOS超算平台里的 部分代码贡献给了谷歌 这种技术 是对安卓的底层框架进行的修改 能提升内存的回收效率 优化发热问题 从而提升整个系统的流畅度 OPPO上传的补丁 被谷歌工坊拆大之后 已经纳入到了安卓12 13以及14的原生系统版本里 但理论谈了很多 所以国长厂商们到底是怎么攻坚克难 突破是被安卓过程中 产生的层层障碍的呢 这里我们以OPPO ColorOS为例 讲讲它主打的组件化缺口方案 这种方案就像是 把无形的代码拆成了 一块块形状固定的积木 搭建项目的时候 可以随时选取添加 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解决安卓系统和框架层 存在的高偶核度问题 并且因为调用非常方便 它还能提升代码的复用率 从而降低总的代码量 以及最终的工作量 提升开发效率 以10个平台为例 有组件化技术方案 可以帮助适配效率提升三倍多 这是ColorOS与谷歌和CPM平台上 共同构建的行业领下的技术方案 不仅如此 它们围绕工具支持 技术支持和交流活动 提供了一系列的适配服务 帮助开发者们 节时解决一难问题 截至今年9月1日 ColorOS用户排名 Top1万能用力 超过97.9%都做到了 在安卓14的底增版本上正常运行 一六操作 也算是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共同进步 正因为创新的基础架构方案 让OPPO ColorOS连续5年成功 首发式的安卓大版本 让ColorOS的用户 每年都成为第一批吃饺子的人 除了能抢先体验 安卓14的原生功能之外 ColorOS还优化了水深设计UI 动效 音效 卡加车联投屏下的功能 以及更便利的车钥匙分享等等 除此以外 据说ColorOS14 还引入了优化的内存基因重组 为价格超顺引擎的技术 这一步优化后台应用的流存 应用的解冻速度 以及重复载下手机的流伤性 和功耗续航的问题 这也让我更加期待 手机之后再搭载 正是ColorOS后的体验 其实想要首发 是不是安卓系统 并非是人人都能做到 这背后是这家企业 综合技术实力爆发的证明 从公开的资料可以查询到 在过去三年中 OvoColorOS每年要投入 50多个实验室 数亿元的资金 到系统的升级适配当中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到系统更新这个行为 除了让消费者 第一时间用到功能 更丰富更安全的系统 替中小型开发者 减少开发负担之外 也是头部厂商 推动安卓生态发展 所迎接的责任 而更让我们兴奋的是 作为LSP开源社区 头部的核心玩家 中国厂商扮演的角色 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希望像OvoColorOS 这样成为了 安卓生态引领者和推动者 的中国厂商越来越多 而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 我相信这一天真的不远了 OK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